来到茅台 不只是用茅台酒 茅台有两大特产 很多人都不知道 第一 茅台酒 第二 茅台的醋 酱油 在原来传统的时候 茅台这个地方产两个东西 但是酒给大家都接受了 这个醋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叫天霞第一潭 叫茅家村传统的古法酿造醋 酱油 在后面有个大的赛场 很大 我们先弃一下展厅看一下 你看见吗 这个是茅台 不止有好酒 还有酱香的酱油 酱香醋 酱香酒 酱香酒肯定是茅台为标准 对吧 我们看里面去参观一下工艺 他们这个很老 这个醋我品尝过 确实很香 香得很 但是在后面赛场 很浓郁 茅家村 它上面叫茅家村 酱厨厂 以前是茅村 酱酱酱 酱酱 时间有点久了 这时间有点久了 随着我们四川的盐巴 来到贵州 这个秦桑聚茅台 这个山西的呀 什么这些 过大地方的商人到这儿来了 就商业氛围好 就开始酱造这个酱油醋 然后酒这些东西 但是酒 更被大家接受 所以名气更大 清朝的时候 在茅台车间里面 旁边有个作坊 有县制 有商业制 都有记载的 明威二十六年 什么茅台本地 两大盐商 太后号 陈一光 天后号 王立夫 王毛 王毛枪是人 他们玩了 做了一段时间之后 可能觉得 做酒的利润 比做酱油贵 所以说就开始 把这个酒发扬光大了 这个酱油一直沉淀下来 也是当地的一个很好的工艺 很好的产品 但是很少人知道 这个到这儿来了 我们上市品鉴了 好东西 我们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 酱香醋 所谓的酱香就是发酵嘛 发酵时间长 这个香味浓郁 跟这个酱香酒 可能有 一起成功之妙 它这个工艺在这儿 它整个工艺 是不是跟酒是不是一样 凌醋 橙酱 橙青 烈菌 它整个下来之后 这个醋好像跟这个保采酒 这工艺差不多 能不能喝醉一酒啊 这个问题 我担心这个问题 这个茅台的醋 我们喝上二两之后 会不会头晕 酱香三宝 贵州茅台增的酱香酱油 酱香醋 酱香醋 酱香白酒 三者都是酱香酿造 一亩三子 这个亩的话 应该是取药 我才想 一亩三子 取药 出生地相同 都在茅台镇 酿造工艺高度相识 共享茅台镇自然条件自然 海拔什么什么多亩米 对吧 这个温度啊 湿度啊 吐温量等等 但是我跟你说 做茅台酱油 做茅台醋 确实不怎么赚钱 回下来 哪怕是最好的醋 200块钱一瓶 买一瓶 会醋回去 你可能 要用上半个月 一个月啊 但是你买一瓶茅台酒 3000块钱 晚上两个人 就干掉了 对吧 所以说做出这个东西是个情怀 好东西是个老板的情怀 他对传统工艺的那种认可 他利润肯定没有酒 那利润高 对吧 一些创始人啊 这是第八代熊阳城 这个小伙子很年轻的 这是第八代创始人 才三十来学 很有情怀 很有情怀 非常认可这个啊 本来可以做酒 卖很多钱的 他不做 他说我就喜欢这个酱油 这个工艺这个传承 他一定要传承好 把酱油做好 我很认可他这个精神啊 这个就是外面的赛场 外面的赛场 就是你看 带草帽的 风吹以打 日晒以淋啊 经过一百八十点以上 他才能晒出岩浆出来 这是他们的一个建筑物啊 申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有编号的啊 有证书的 下次我们搞点回去 我们也弄点回去 让我们的粉丝品尝一下啊 吉尼斯世界纪录 一个证书颁发 那是那个天下第一毯那个啊 欢迎大家到茅台真的 喝茅台酒 还有评评咱们的茅台醋 茅台酱油